可以看到大批球迷 一等到時間一開放 馬上就蜂擁衝進洲際棒球場 那這些人到底是為了什麼 馬上帶您來看 原來是洲際棒球場有了新亮點 在8月11號 中信兄弟球團跟遊戲廠商合作 找來含植NC恐龍隊的啦啦隊員們 來台灣跟粉絲辦見面會 而且前30個名額 還能有近距離接觸 疫情解封後其實不少中職球隊 都會找上日職 含植合作來辦活動 這次是兄弟跟NC恐龍隊 一起來合體跳應援 而球迷們是把握這個難得 而且限量的機會 來跟心目中的女神一起玩 一起拍照 拿禮物 也讓洲際棒球場 可以說是吹起一股寒流旋風 而球團也透露 在晚間6點半過後 也會有兄弟啦啦隊 加上恐龍隊啦啦隊 一起跳開場舞 而在比賽開始前 還會有這個開球儀式 台灣會盡地主之宜 好好招待這些 從韓國來的啦啦隊員們 那比賽的局間 也會有互動遊戲 尬舞跳應援 這消息一曝光 可以說是讓球迷跟粉絲們 非常的期待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下載TV 下載的敬物